世界日报的读者们 世界日报的读者们 大家好 我是何世民 世界日报的读者们 你们好 我是导演张家瑞 来自中国 美国好莱坞国际金银奖 我们昨天非常的意外 达到了杰出的外篇奖 还有就是最佳男主角奖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我生命中 在电影上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以前我可能在拍电视剧的 这种情况下 我都是独自的去完成一个角色 但这一次其实 我的戏里面叫陈阿珊 阿珊这个角色 其实是我跟导演 共同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有很多的难度 因为他从一个大学生 就是在导演 导演告诉我 这个人其实很简单 他是从一条狗 变成了狼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讲 他的前后的反差是巨大的 尤其是年轻的导演 也都纷纷的出来 他们都很有想法 他们的拍摄 各方面都在往前走 所以我相信 能拿到奥斯卡 也不会是太长远的事情 我说下我的感受吧 我觉得我来洛杉矶的感受 就是我很喜欢这里 我觉得这里的人很热情很真诚 有一点像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交朋友的一个状态 不代表他 我觉得是方式是一直没有变 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在国内 我们走得太快 那这就是我要说的 就是有时候你会迷失自己 你会找不到自己 因为互联网可能就是把很多的事情推得太快 我们会被掏空 所以我觉得去做工艺 有时候我工作结束之后 我去做工艺去说去做一些就是帮助别人的事情 其实说帮助别人 与其说帮助别人 还不如说帮助了自己 因为你做了一件很简单 但是你用心去做的一件去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很愉悦